又来了一辆 今天是正月初一 初一时务退大潮 今天的潮退的就很大 这艘小船回来之后呢 直接就被拖拉机给拖到了岸上去 它不会再下海去捕捞章鱼了 你可能想象不到 这么一艘小船 它除一次海能捕捕到多少章鱼 我们一会儿会跟着它去看一看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萨利玛是在葡萄牙南部阿尔加维地区 最西南端的这么一个小渔村 现在我是在萨利玛 这个地方是离路石只有十几公里的地方 这里有美丽的海滩 据说在20年前这里一家酒店都没有 这里的渔民最著名的是用拖拉机拖着他们的船 然后呢到海里去用一个陶瓷瓦罐去捉章鱼 过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渔船 我不知道他们是回来了呢 还是正要出发 这是难得的 能看到渔民捕鱼的地方 这是拖拉机已经把它刚拖过来 这一点点可不是他们今天主要捕捞的海产品 真正的大货 在这里 虽然语言不通 我还是搞明白了 这位渔夫他今天早晨五点钟就已经出海了 十点钟他回到岸上之后呢就把今天捕到的这些渔货现场就切吧切吧 像这些尾巴呀骨头呀骨头呀头呀就直接扔掉了 这些人都要购买了 这些渔民捕鱼的地方 这些渔民捕鱼的地方是在这里的地方 快到那里去 哦 这是什么呀 海参吗 硬硬的 这个小渔村非常的小 而且它的旅游业的发展 很显然不如附近的法鲁啊 拉古市还有路斯 这些比较有名的 二加位地区的旅游城市 但是这个小镇 真的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站在沙滩上就看到 有很多的渔船 慢慢地正在靠岗 从沙滩上向村子里望过去 沿岸一溜的 都是新建的一些酒店啊 度假屋啊 你可以看到近些年 这边的旅游业 也是蓬勃发展了 村子里最大的一个超市 我们过去的时候 发现竟然是关门的 可以推测出 现在游人很少 你可以看到沙滩上 游人也非常少 正因为如此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 我非常喜欢的 一个葡萄牙南部的 安静的小镇 看了这么久 你一定很奇怪 它们是怎么捉章鱼的吧 可惜因为语言不通 我始终没有得到第一手资料 从网上查了之后 才知道原来啊 它们是用一些红色的淘土的瓦罐 把这些瓦罐放在海里之后 章鱼就会爬进去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们就会把这些瓦罐 从海里取出来 那瓦罐里面就一般会有章鱼了 而且章鱼的个头可真是不小 说过了这些章鱼之后 它们会拿到这个小店里边过秤 并且根据章鱼的个头大小 分三种不同的种类开始出售 它们就用这种瓦罐 这种罐子来补章鱼 这是刚才小船上的鱼货呀 很新鲜 哦 还活着呢 你看 这个鱼村就是以捕获八爪鱼出名 哇 这个 哇 很大很大 头部有油 哦 六只 我注意看到有的小船只出海一次 而有的船出海把鱼货放下之后 还会接着再次出海 很多年以来 这个葡萄牙小镇这些渔民 就这样维持着自己的生计 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